关心萧绩会等民间团体在日前提出公投案 要求政府跟美方重新展开有关美国牛肉的谈判 这项提案今天通过了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的第一阶段审查 很快就可以展开第二阶段连数 那么接下来这一次的连数人数的门槛是86万608人 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就可以进行全民公投 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7号上午 针对萧绩会等民间团体提出的重启美牛谈判公投案 进行第一阶段的审查 经表决结果16位出席的公投审议委员全票同意 认同这一个公投案符合规定 本案属于公民投票法第二条第二项 第三款之全国性公民投票重大政策之复决事项 委员有16位投票有16票通过 通过第一阶段的初审 接下来将查核提案人名册 是否达到公投法规定第一阶段连数人数 要超过最近一次总统大选 选举人总数的千分之五 也就是大约8万6千人 之后再由公投发起团体进行第二阶段连数 只要连数人数超过2008总统大选 选举人总数的百分之五 大约86万人民众就可以对是否赞成 美牛重启谈判进行公投 最后公投结果必须要有超过2008年 总统选举人总数的百分之五 大约866万人出来投票 并有半数的同意票 只想公投才算通过交由政府执行 否则同样的议题在三年内都不得再提出公投 消机会也表示会全力推动后续的相关公投行动 有可能在过程里面我们不见得成功 但是我们要讲的我们努力留下 我们消费者保护的痕迹 据了解这是公投法实行以来 第一个由民间非政治团体发起 通过出审的全国性公投联署案 消机会表示将会继续维持这项美牛公投案 联署不带政治色彩 让消费者的心声能单纯的表达出来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